中国政府对中美航天交流合作持开放态度 嫦娥6号任务向全球发布了机遇公告 我们也欢迎世界各国参与研究月球样品 美方似乎忘了沃尔夫条款等国内法的存在 不知道美国的科学家和相关机构 会不会被本国政府允许参与对话交流合作